桑尼的会员又要打折了 这次新老客户都打七五折 时间是2023年的6月2号到6月12号为期10天 这条新闻来自索尼的官方博客 那打折之后的价格分别是多少呢 现在看到的还是原价 三档599港币 二档515港币 一档308港币 这是一年的价格 那打七五折之后 我直接核算成人民币 这个三档合400人民币 二档是350人民币 这个一档是200几块钱人民币 这是第一个事 第二个事说说为什么索尼要给会员打折 一般都是在年底黑五或者圣诞节的时候才打折 我分析啊 去年五月中旬索尼开了二三档会员 那个时候我也加入了 估计很多人都加入了 但是一年之后 现在到期一个多礼拜了 估计续费的人数不多 像我就没续费 看来这种企业都是利益驱动了 你不续费 它就得打折 好 这是第二个事 再说一下第三个事 没续费之后发现有一个好处 那就是很清静 内心的平静 因为之前的这个三档会员有很多游戏 每月也有很多游戏 你不玩就很心交 你玩吧 可能又没有时间精力 弄得人很憔悴 会员到期之后 这些游戏都不能玩了 心也放平和了 然后把游戏一个一个的从PS5里面删除 那也是很爽的事情 我估计索尼应该看到了这一点 大量的用户不续费 大量的用户在删游戏 我估计这不是他想看到的 其实就算我没有索尼会员 我还有一些单买的游戏 或者光盘游戏没玩完 另外我还有XSS的XGP会员 我还有任天堂的会员 还有任天堂的游戏都没玩 虽然有这么多游戏 但是这几天我竟然没有玩游戏 我在重温电影 速度与激情 弄弄家里的路由器网络信号 再鼓得鼓得手机 其实除了玩游戏之外 还有很多事可以做 至于说我会不会继续充会员 那肯定会充的 至于说充几档 至少二档起步 因为每个月的新游戏 对我来说也是挺有吸引力的 玩不玩是一回事 有没有是另外一回事